188報 張華峰 股災屬情緒問題再跌有限 2015年7月10日港民A03本部《港民報》報導 港股經過前日暴跌最多於2100點 昨日反彈收市升876點 立法會金融服務界議員張華峰表示 最近內地及本港股市大跌 源於內地不少未成熟的散戶過度投資 一有風吹草動就斬倉 加上中央整頓抹展貸款 認為今次股災指示情緒問題 本港股市雖仍未見底 但再跌有限 建議投資者將資金作中長線投資 而選擇港交所 直言這隻股票有賺有食較合理 他認為 香港經歷過不少風浪和考驗 本港股民較成熟 冷靜 香港市場監管機制良好 雖然近日市況波動 但整體市場運作井然顯出香港優勢 以過去幾日的市指示小部分人恐慌性拋售 他呼籲市民無需過分擔心 英中長線投資有賺有食合理特首 兩真英俗在立法會搭問會上亦提及時次跌市 提醒社會不能掉以輕心 指出內地和香港股價滑落 很可能影響本港實體經濟 加上受希臘債務問題影響 不能以違反榮市必然 他俗說 蝶市反映香港作為成熟金融市場 有關的法規 政策及措施等都通過測試 能向內地提供香港的技術和經驗 又指出本港可繼續在離岸人民幣市場及資產管理業務上 與內地分享機遇 對於梁振英稱會與中央有關部門爭取預期開東芯港通 商界議員林健鋒指示香港的金融市場的強心針 認為回應正言 似乖